好在我們骨頭都設置完之後 我們有一個東西要額外另外做設置 關於我們只要有牽扯到我們有旋轉的部分 它 Rotation 預設的模式是 Quaterium WXYZ 這個的模式 它不會有Gimbal Lock的問題 這個部分對於初學者 仔細說先不用知道沒關係 但是這個模式它比較不會有問題 但是在我們之後要調 Curve 的時候 它其實不太方便調整 所以我們要把它調成 XYZ Euler 這個改的方式有幾個 像我們整個位移的這個也是 我們也可以看 Ctrl R 去切換 Cell Rotation Mode 我們都把我們會需要位移 需要旋轉的的控制器這兩個 這三個 都改不改成 Rotation XYZ Euler 的模式 Rotation D Rotation C Rotation